來這裡 這句語音就證明了 子龍他們有參考天外劍聖錄了 因為 天外劍聖錄楊丞武 我記得主導是楊丞武沒錯 在劍聖的寧幕的時候有拿到劍聖的手書 就是遺書啦 那遺書有說 我記得他說要幫忙把劍聖的那個御笛送給西方的昆仑神宮 的那個叫雪之仙子的人 然後結局的時候就是主角要去昆仑那邊 但是燕明龍阻止他叫他不要去 說昆仑那邊有異變 但是主角還是去了 他就是留下一個梗在那邊 那這句話 這御笛你送還西方昆仑神宮 教於雪之仙子 就證明了子龍他們是有參考天外劍聖錄的 一定是 因為結局就是這麼講的 他要去楊丞武要幫他劍聖這個忙 因為 他那個時候在劍聖錄的時候 劍聖的遺書有寫說 如果因為 幫我就是你拜我為師啦 你拜我為師 拜劍聖為師就可以洗得他的那個五弦 但是要幫忙他一件事情這樣子 OK大家就這樣子 呃主角去了有沒有死掉 不知道啊就結束啦 就結束了 大概是這樣子 好這邊還有一個重點 這邊素人是講子豐跟 呃劍聖的過往 那這邊 就是這樣我就不念了啦 那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這邊就是這邊應該都是手遊家的 那 我 對就這樣 然後你看喔 紫豐仙子這玉 雅金嘴雪之道是從未警告過我 所以他把 紫豐跟雪之分開的 是不同人 但是我一直都以為 我一直都覺得雪之仙子就是指紫豐啦 對 對 但在 沈默之尊傳的時候是被扁 扁到人間啦 神將然後被扁到人間 所以到底是還是算神嗎還是算人我不知道 對都被扁到下界 人界的 到底算神還是算人 好再來 第二個 第二個比較重點 呃 看一下喔 這裡這邊 納莫 那邪黃鬼妖人之眾 衝破村莊 燒殺青壯 屢略富小 邪黃鬼就在天外劍聖路的時候 的boss 然後劍聖去 去跟他做決戰 這邊就是 天外的劇情了 好然後第3個是什麼看一下 魔人 九宜天尊劍 確實歸他把守 OK這邊就不是講天外了 這邊就是講還神節上面的了 星選中年輕的星鷹 鷹千陽 叫雙鵝 五曲 五曲星和七殺星 七殺星是鷹千陽 五曲星是五鷹種 五曲星 荒神兇魄是一種魔 防忍之愛 一是一種 OK這邊是講還神節的 飛人 這應該是講雁明龍吧 OK也就是說 紫容確定是有參 參考天外的劇情 OK 也代表說他們知道嗎 OK他們知道 不過 根據 那個 雁明章之前 我記得有 有說過 雪之 仙子跟紫峰是不同的 但是 從劇情推廣 我一開始都覺得 雪之仙子就是紫峰啦 好 大家就這樣子了 這是結合天外劍深入 那 代表什麼 十字系的還神節 做完之後 會不會做 天外劍深入的劇情呢 我不知道 如果真的做的話 他就變成 會有楊晨武啊 另外一個主角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然後跟 展大成人 成熟版的 雁明龍 這樣 好啦 就是這樣子 這邊還蠻有趣的 是 劍聖這邊 有特別介紹一下 其他的角色 就沒特別介紹 我們來聽一下 語音 人為何物 非人又為何物 該行的意 我已經行過了 自不量力 傷不了我分毫 秦家練習方能入真化境 再來 今次我被領教了 那狐狸 小心 在下五曲星五英重 何時驚擾 這力量 又回到了我身上 我本看守上界的天降神兵 如今 罢了 百靈之內 一世之中 疏忽白鞠 寄予逆旅 夢裡兩人常相見 醒來 止隔數百年 我本看守 九一天尊劍是我的責任 也是我的機會 為福萬民使操歌 橫掃天下 邪與惡 下界前日 他曾問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找到了答案 不知道他有沒有 這玉笛 你送還西方昆仑神宮 教於血之仙子 四季過往斷無可憾 只敢造化弄人 便是神仙也難逃天意呀 誒 蓉兒 上次見此景 還在虛迷山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唸天地之憂憂 獨創然而替下